上一小节当中呢 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绘制呢 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叙述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的那一节当中呢 我们也通过绘制得到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 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选择一些局部呢 进行一个细化 这里呢我们不采取这样整体细化的过程 原因是呢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整体细化的方式呢 进行讲解 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局部 先进行一个细节上的细化 那么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局部呢 我们进行一个较为深入的细化 看看这些细节的问题 在这边看这儿呢 我们在这边看那个细节的见解 进行一个细节 我们这边看那边看 我们这边看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 今天所绘制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呢 我们采取的是这样的一个明暗关系绘制的方式 那么这里呢我们把这把枪处理的材质在材质上面处理的稍微的破旧一点 这样的我们的一个范例呢我们可以讲述更多的一个内容 如果是本身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材质的话 那我们便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个不需要去花太多内容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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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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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有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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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參加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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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自合日言我來說首想有限的 我本人參加了顯示新委員會 第一次呼嘴 这里呢我们可以 这样一旦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 结构关系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开始进行一些细节的一些添加 一般来说呢金属的边缘呢 我们会有一点点高光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处理的 好处理出来 好这里呢我们做旧一些处理一些脏的痕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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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接着来小话好下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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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呢 我们只有在画细节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把画面的放的比较大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我们都是在后面画细节的时候 才会放的这么大 那么这里呢 是因为我们提前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细节绘制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我就把画面放大了一些 这样尽可能的 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表现呢 好 细一些 好 这个面的比较暗 好 也是 同样的我们这里呢也处理一些 这样的一些做旧的痕迹 这些的痕迹是一样的 好 好 好 是 是 好 好 好 这里呢,我们再做旧一些 一般来说呢,边缘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破损的地方 所以一般呢,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划痕或者破损的痕迹 好,但这里呢有一点点酷 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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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所以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划痕 划痕的话呢比较简单 那我们把笔刷调的比较的细 然后呢去随意的画一些这样的痕迹 只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否与我们所绘制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整体是否贴合 如果它破坏了这种整体感的话呢 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考虑是不是要 还需要这样进行绘制 这里呢我们画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都应该按照遵循这样的一个大的明暗关系 这样子呢我们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物体呢 它能够在素描关系上面说得过去 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就要反复的检查 不能够把它画错 然后这里呢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结构呢也画出来 我们可以先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明暗关系的分出来 就会好看 好 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选区工具 把它框选出来 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便捷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下明度和 饱和度 这样的一些工具 整个这样的一个 这里的绘制呢 就基本上差不多OK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缩小来看一下 一般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 在排列窗口的排列这里呢 选择一个 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窗口 然后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缩小 放在旁边 然后呢 你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去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的缩略图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旁边的作为一个参考 你在这张图上面呢 所画的每一个 所做的这样的每一个绘画的动作呢 在这样的一张图上面呢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反应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的我们就可以一边换了一边检查整体 好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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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的结构呢 我们就会慢慢的被 被我们给理出来 蝶冰 嗯 一边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边可以修改整体 我可以修改整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样的一个 企划的过程呢 我已经给大家稍微演示了一下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一张 我基本上已经完成好了 这样的一个枪械 也是和也是利用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草图 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这样的一个 枪械的一个绘画的过程 好这是一个完成好的枪械 的一个过程的绘制图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 打开 这样的一个 过程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把这张图关掉 这是一个我 这是一个呢我利用夜雨时间的绘制的一些枪械的一个线稿的草一个草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不同形态的这样的一些枪械武器呢是如何进行绘制的 好 这里呢是 我们一开始所绘制的这样的一个 好 线稿稿的草图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线稿的草图和这样的一个完成品之间的一个 就联系 所以上的这一步呢我们已经为后面的 西化的提供了很多的更多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参考 只是呢在这一步上面呢我们更加注重一些大关系的一些表达 剪影和大关系内部大的结构的这样的一些表达 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呢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去体炼出一个线稿 这是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画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去完全按照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一个比较规范这样的一个流程去完成的 那么在这一步上面呢在这一步结束之后呢 我是直接去绘制了一个线稿 线稿完成之后呢我就在上面铺色 然后铺色去做一些大的关系 然后随后呢我发现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些涂装 然后不太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枪写 所以说我就在后面绘制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些修改 那么这是整个最后完成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看一下我们最后完成的一个大的一个效果 所按照的一个流程呢也是按照一个 绘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完成的 好这就是最后的这个枪写的完成图 好这就是最后的这个枪写的完成图 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去设计出一个枪写 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方式呢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好的那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科幻枪写武器 绘制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就 好上到这里结束 那么呢欢迎大家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